花蓮縣永世山林縣面海一側 因台尼明夏的保萊及和盛原石礦开发案 而遭产品产状让人印象深刻 而另一面的金昌石礦 年初已被环保署认定因做环差审查 金昌部服提出塑苑 经济部却在塑苑期间 核发新的矿场登记证给金昌 主张新矿场登记证才是宽业法下的开发许可 遭环团批评经济部说辞反复 两条潜式溪流也是在那之后被化的 还有那个我们苏花蓋 它也变更了它的路线 那凡此种种都是你当时候 你的环品没有考虑进去的东西 那我们当然就会希望说 依法你就要来透过这样的一个 环差制度的审查把它纳入考量 去重新检讨你的环金预防对策 先茂宇强调经济部卫护 环金昌免除环差分析 前后挑选三个开发许可 但都不符合环品法16条之一 目的是主管机关核发开发许可 批评经济部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而民进党立委高志鹏直言 经济部狂物局之法犯法 要求经济部妥事处理 而非沦为台里打手 那其实矿业法所更要做的修正 是对整个环境永续 对国土资源的一个转型正义 高志鹏指出现行矿业法 造成国家资产交给私人财团 就拿不回来的怪象 提到这会期推动矿业法修法 环团进一步提到2012年的苏拉台风 造成矿场附近的河中部落发生土石流 导致每年台风一来 河中部落就必须撤离避难 强调为了部落族人安全 不但应该落实环差分析 也因落实原则法21条之情投影权 记者28号台北市采访报道